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林冠 今天是中華民國 103年11月26號 這個週末再過倒數三天 就要選舉投票了 然後呢 我們看到雙文仍然非常緊繃 兩個人昨天據說 在東區中校雙圈 通通都在掃接拜票 不過呢 這個雙文呢 不管誰 這一次可以勝選勝出 都要面臨 幾個龐大的結構的問題 台灣社會一方面是 這一次的選舉當中 中間選民跟中產階級 逐漸的消失 另外一方面是 每一次選舉的過程當中 國民黨 執政黨 通通都說要拼經濟 馬總統說要拼經濟 郭台銘 郭董說要拼經濟 可是拼了老半天的經濟 怎麼一般的小老百姓 薪水會得退路 然後年輕人會覺得 這個經濟越拼越窮呢 同一時間 因為郭董全台浮選走透透 陳薇婷就直接整理了這些年來 郭董的這個浮選的支票 發現跳票跳的蠻多的 為什麼年輕的世代 有一個龐大的反財團的結構跟氛圍跟文化 這恐怕跟鄉民的十大恨很有關係 台灣社會年輕人現在最痛恨的就是低薪跟高房價 而低薪跟高房價是整個社會龐大的經濟結構的問題 我們經常在社會新聞看到的弱勢族群 這個上個月出現的十歲的小女孩 要獨自照顧兩個老人加五年 像這樣的社會弱勢族群 貧富差距的惡化 使得台灣社會這一次在選舉的過程當中 網路上幾乎是超過九成的年輕網友 一面倒的反聯聖文 因為聯聖文的背後不單單只是權貴 還有龐大的富貴資產 一般的年輕人痛恨的低薪高房價 剛剛好最具指標性的代表人物 通通又都匯集在聯聖文的身上 一場選戰每次都說要拚經濟 拚經濟怎麼會越拚越窮 拚到背後到底是在拚誰的經濟 我們待會兒要好好聊一聊 好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葉怡經委員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第二個好朋友是我們的賴岳謙賴老師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再來是老團的代表賴湘玲 大家好 齋神朱學衡 各位大家好 再來是時期 大家好 再來是光晴 大家好 好 我剛剛講選戰 只剩下最後關籤的倒數三天 那聯聖文的陣營 其實在最近兩個禮拜 狂打兩張王牌 一張王牌叫做經國牌 一張王牌叫做經濟牌 經濟牌的郭董幾乎是超級助選員 你一下子看到他在台北市幫聯聖文站台 你一下子看到他跑到台中說 他要加碼投資2000億 一下子你看到他跟張立善的合照 高掛在雲林的街頭 那台灣社會怎麼看待 郭董在拚經濟還是在拚選票呢 我們先看一下下面這則報導 台中雖然不是我的故鄉 雖然我在這裡沒有投票權 但是我一定我有投資權 對不對 在中台灣產業論壇演講 鴻海董事長郭台銘毫不避諱 力挺胡志強連任第四任 還說要把喊咖的台中港特定區 2000億投資案繼續推動 在台中我一定要來投資 而且我們已經投資 現在只是要擴大 我們大家呢 我剛跟市長講 我們現在趕快呢 台中最少可以做 精密機械 光學 電動車 機械 自動化 甚至於物聯網 但論壇結束後 郭台銘不用回應 吳志強態度也轉去保守 因為台中港特定區的土地 不歸台中市政府管轄 台中港特定區裡面的土地 好像是交通部主管吧 又複雜了 又複雜 港務局對不對 港務公司主導 對 所以又複雜一點 所以中央和地方都要找土地 不只喊投資台中 郭台銘之前也幫張立善站台 也喊出要投資雲林 張立善特地製作大型的看板 強調郭台銘力挺 立委劉建國就列舉郭台銘多次挑票記錄 其中包含2006年11月26號 說要投資百億拍百部的國片 但該電影公司在2007年12月 就悄悄的解散 2008年說要投資1000億 興建數字環保科技城 但現況是還在評估地點中 2010年宣布要在苗栗 投入100億的太陽能電池和模組 但現況是還沒有下文 而2011年宣布投資100億 在中科推動自動化創新園區 結果投資計劃臨時喊停 到底你所講的話 會不會又是空頭 空頭支票 空頭支票 一再跳票 我覺得這樣是會讓台灣 整個對經濟未來發展 是會失去信心 劉建國就痛批 郭台銘在中國投資的金額 是台灣的幾百倍 他要揭穿黑金合體的真面目 是政客服務財團 財團回饋政客 他歡迎真正具體的投資雲林 建設雲林 記者中部照片報導 好光琴每次到選舉 這個口口聲聲說要拼經濟的 這個都是重要的國民黨的 這一個執政的官員 這一次看起來 台灣首富郭台銘 也是很認真拼選舉 拼經濟 但是同一時間 陳維廷在臉書上直接嗆 他列舉了從2008年級來 大概有非常多個 郭董承諾的地方性的投資 或者是重大投資 後來其實是跳票跳蠻多的 那拼經濟拼了老半天 過去這一張牌有用 這一次你的觀察呢 以前這些商人 尤其像郭台銘這種急速的 都是這個政治人物 候選人背後的金手指 那這一次前所未見 看到這個金手指呢 不在後頭政治獻金 反而另外換了一種花樣 就是跑到台前來 每個縣市走透透 然後用另外一種變相的政治獻金 就是砸錢嘛 然後呢做什麼 跟這個縣市長結合 利用選舉的時候就進場 選後以後可能是什麼 以商逼政嘛 這是很明顯的一個做法 那晃眼間大家以為說 他幹嘛啊 這個猶如是總統大選的一個規格 而且他自指是參選人啊 他幹嘛 他來年要選總統嗎 那另外呢 他早期就有介入這個 政治的這樣的一個事件嘛 譬如說福茂 他跟王金平聯手對不對 然後呢 勸離這個福茂的這些抗爭者 那另外呢 他在商界的這個部分 在這個馬英九選總統的時候 他也是出來 就是說用打經濟牌 那某種程度 選後以後 馬英九不用兌現一些支票嗎 那甚至他動輒就是說 不要逼我離台灣 可是剛剛我們陛下有帶到一點 他大部分的投資在中國 歐美也有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有人去比較說 他走影響大不大 王雪紅走影響又多大 就發現呢 郭台銘走 其實對台灣的影響並不大 因為他早就移出這個到海外去了 那我們看到說 陳偉廷也細數他過去曾經 允諾過的 那我某種程度是認為說 既然當時候福茂的這些 學運 他們是在這個郭台銘以及王金平 王金平出面的這個勸退之下離開了 那就要去檢視 他當初對他們講的話有沒有說謊 以及 你看這個歷屬從2002年 到這個我們此刻來檢視 他到底有有過哪些類似的前科紀錄 第一個2002時候說2008要退休 就到現在還是非常活躍 2005年 這個就不用講了 那另外呢 還說2007年要投資30億 然後拍100部的電影 結果我們只看到他拍自家 拍了一部 這個對不對 白鷹帝國 假如他家族歷史的這部 然後另外呢 他在大埔那個事件是 更是天路人怨 為什麼 起頭大家都知道是他要擴廠 他要那個地嘛 結果呢 後來地增了 田產啊 人也死了 他卻不擴了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還享受 比一般中小企業 多的所謂的租稅減免 各項的這個優惠 所以呢 這另外還沒有略舉的一個 就是他要捐100億到台大 你知道我聽台大醫院內部的人講 他的確 要捐 那有沒有一次捐 這個打個問號不說 他還相對的要去 要那個兒童醫院的幾個院樓 他說我要這樓 我要這樓 而且呢 以後也不是台大醫院主導 而是由他旗下的子公司進駐 由他們公司來進駐主導 那這個不要 聽起來比較像借殼上市 那你就不是捐啊 就他旗下的投資 借台大醫院上市 對啊 你不是捐啊 你不是給人家運用啊 你相對來講 要人家的樓層嘛 你自己公司要進去主導 所以一切的一切都讓人家感覺說 選舉選成這樣 那蔡英文講說 這個商人是不是逾越了他的奮計 那我比較擔心的是 未來會不會影響決策 政府的 就尤其縣市政府的這種決策 還有中央政府08年 2012年就開始的 這樣的一個 以上逼正的一個做法 那我想郭董這一次再出來 既他以前2008年2011年 都幫很多人站過台之後 其實大家應該要想一想的是 這是一個經營專家 但他是不是政治專家 他其實從過去到現在推薦的人裡面 這個完蛋的巨大多數 我講完蛋太嚴重了 就是可能 要嘛是這個 他的政見沒有達成 要嘛是後來根本沒有當選 那馬英九2008年他有幫忙站台 可是請問我們現在經濟狀況有好嗎 那時候633就跳票了嘛 對不對 2011年他又幫馬英九站台 那請問他當選之後 郵鏈雙長 EGFA是簽了 但我們的薪水倒退回16年之前嘛 那他也幫彪哥站過台 他說彪哥是個好人 可是問題是彪哥當選之後 後來這個 因為多個案件的關係 就此奪公權 後來他的立委席次也重選 他也幫邱毅推薦過 邱毅啊 有有有 他幫邱毅站台啊 有他到高雄去跟他一起 參加一個研討會 是不是 是 是 是他的顧問啊 他每個月是拿顧問費的 是 所以他有去跟他一起做了一個研討會 就是跟大學生一起對談 然後就跟大家講說 邱毅啊 其實他如果多花一點時間啊 研究經濟的話 那政治應該為經濟服務 那結果邱毅也落選了 因為他跟趙天靈一比 結果趙天靈當選 然後他還有幫那個澎湖縣一個立委 叫林昆什麼東西 林昆昆 林昆昆他那個時候還跑去講說 林昆昆如果當選 我就投資多少錢 就跟現在的狀況一樣 但那時候後來被人家告 齊約會選 因為你當選之後你才投資 那你不當選就不投資 齊約會選 結果後來林昆昆也沒有上 那當然更別提這個 楊秋興當年跟現在的推薦 邱董也都有想辦法說他其實做得不錯 但是都包 所以我們現在 台灣民眾應該仔細想一想就是 如果你覺得郭董推薦的都對的話 為什麼要嘛是政見沒實現 要嘛是沒有當選 顯然他在政治領域的眼光 遠遠比不上他在經濟 跟產業領域的眼光的時候 那他的推薦你要不要聽 我想大家自己判斷就很清楚了 好 我們稍休息一下 廣告後再回到節目